王子毅这天在上海出席一个零醉驾代言活动 醉驾一直都是社会不能容忍的问题 加上早前谭松韵妈妈被酒驾人士撞死一案开审 在社会引起极大的讨论 作为零醉驾大使的王子毅就觉得 大家不可以抱着侥幸的心态纵容自己 我觉得是作为我们年间都需要尽一份力 零酒驾是需要每个人都付出行动和努力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从我自己过去 然后也呼吁更多年轻人 然后我的粉丝朋友还有我身边的朋友 然后甚至我的家人都一起去努力 就是监督身边的朋友 付酒驾 人传人是我觉得是船路速度最快的 然后把自己管好 然后尽量去跟身边的人说 我觉得也是对大家的一个饱助 然后对酒驾的理解 其实我觉得一直都是 它是一个很严谨的问题 就是我们不能有一点麻红 就是很多时候就像我健身一样 我今天可能就会放过几次或者几年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习惯 就是不停的去告诉自己 然后我觉得最多的是 应该我看到很多 酒驾之后的一些事故之后 我就觉得真的觉得 一定不要酒驾 一定就是生命非常宝贵 至于被问到对于活动上 喝酒不酒驾这个口号 有什么实质性的建议 王子毅也有自己的看法 首先就是自己吧 自己监督自己 然后身边的朋友和 我觉得多用代价吧 这个是一个 因为喝酒这件事情就是放松嘛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大家聚在一起 就很容易喝多 也很容易就喝酒 所以就交代价是可以整个招问的 无论是戏剧或是音乐作品 都受到极大回响的王子毅 也有和大家预告 接下来的工作动向 未来创作的方向 可以透露给大家 就是可能这个月 还会发一首新歌吧 对 方向的话就是 方向的话可能会一首 不要也是比较轻松的歌 感谢观看